上回处我们说到 可可罗婆婆到处一个惊人的消息 提起冰山先生的 就是世界政府的谍报组织CP9 而之后 CP9某个成员神秘登场 也确实证实了可可罗婆婆的话 CP9很想要冰山手中一个重要的东西 于是让罗宾去搞暗杀 拿他当枪使 罗宾似乎是有什么把柄在CP9的手中被拿捏 所以他不能拒绝 也不能逃跑 只好选择离开草莫团 继续踏上独自一人的旅行 罗宾有意甩开山植和乔巴 山植当然不可能追上去 在跟丢了罗宾之后 山植思虑再三 决定让乔巴先回到陆菲那里 汇报情况 自己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陆菲和纳梅本来躲得好好的 倒霉地碰上了索龙 索龙不仅自己跑来和他们会合 他带来了一大群追兵 与他们一起会合 三人在街巷里横冲乱窜 诡异的是 这么近的距离 索龙都差点跟丢了 三人躲在桥下 暂时将那些追捕他们的船工 给躲了过去 乔巴一靠气味找到了他们 索龙一起悄悄躲开追兵 来到一处高地 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刚一坐下来 纳梅就冲索龙发了一通火 你是不是有病 是不是有病 非得把追兵引到我们这里来 索龙表示很无奈 谁叫他们死追着自己不放 自己遇到伙伴 总不能不过来打个招呼吧 在大家平静后 乔巴将自己和山植的经历 包括罗宾对他们说的话 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陆菲听后大怒 罗宾怎么可能说出那样的话 难道他真的背叛了 索龙开启明侦探模式 冷静地分析了一些局势 从罗宾的话中 索龙推测 今天晚上水之度不会太平 极有可能 市长冰山会再次被暗杀 而且必死无疑 如果我们几个人 跑去多管闲事 那就完全中了敌人的陷阱 被扣上杀人的帽子 这应该就是 罗宾说那些话的意义 索龙看一下船长 我们要去现场吗 陆菲 陆菲毫不犹豫 去 纳梅很无奈 太阳逃走 看来是不行了 陆菲决定的事情 什么时候改变过呢 他突然想起来 冰山说过 和罗宾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戴面具的男人 而根据乔巴口述的 山志的经历 山志之前也见到过罗宾 和一个戴面具的人在一起 看来 罗宾突然发生变化 和这个男人有很多的关系 乔巴一惊 难道是这个男人 让罗宾变坏的 索龙平静地说道 现在还不敢确定 如果罗宾是被那个人 胁迫做坏事的还好 就怕那个坏人 是罗宾真正的伙伴 那才是完蛋 目前来看 最大的嫌疑人 就是那个神秘男子 不过 怎么能找到那个人呢 他们几个人 连对方长啥样 都不知道 陆菲果断地说道 抓住罗宾 否则 所有的事情都不清楚 大家毛色顿开 罗宾是过去20年中 世界政府一直想抓 却没有抓到的人 如今关于罗宾的事情 越来越悬疑了 只有找到罗宾 才能揭开所有的谜题 否则 非再多脑细胞 也只是乱菜而已 乌苏普用身上仅有的一些零钱 来到一家杂货铺 想要买一些 可以维修梅力号的工具材料 店主大叔正准备 关门离开去避难 看到乌苏普落魄的样子 于心不忍 第一家将他需要的材料工具 卖给他 乌苏普看着几条木板 卖开沉重的步伐 一步步离开 杂货店的店主大叔 着实是个好人 他没忍心 锁门去避难 而是在后面 默默看着乌苏普 你还有别的同伴吧 乌苏普脚下一滑 摔倒在地 他身上还有很重的伤 体力也很衰弱 店主大叔实在看不下去 送给乌苏普几个饭团 乌苏普连连道谢 店主大叔摆摆手 路上要小心呀 直到乌苏普走远了 大叔还在挥手 乌苏普回到梅力号上 一口气吃光了所有的饭团 一嘀咕咕的感谢店主大叔 此时 海浪已经长得很高 海啸和暴风雨 马上就来了 乌苏普看着梅力号的羊头 好像在安慰他 也好像在安慰自己 没事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可是飞去过天上的船 不是吗 乌苏普操机工具 开工 天色很快沉了下来 海啸和暴风雨就快要来了 船工们放弃了搜捕 曹毛一会儿 打道回府 这位弗兰奇的街上大吼大叫 她在酒馆 听了可可罗婆婆 对冰山刺杀事情的分析之后 觉得很有道理 越想心里越不舒服 想找到曹毛路飞等人 发泄一通 她带着两个小老妹 在街上巡游一番 曹毛没找到 找到了自己的几个 差点被干掉的小弟 听小弟们说 曹毛藤的那个 被坐了两次长鼻子 此时正一个人待在船上 弗兰奇灵机一动 让小弟们上机敲了大鼓 放出消息 就说曹毛藤的长鼻子 被俘虏了 如果不想看他被丢下水 就赶快来见 弗兰奇大少爷 水之都的地下避难所 全市的人们聚集在这里避难 顺便互相吹牛逼 冰山先生被海贼袭击的这件事 闹得贝贝扬扬 市民们也愿传愈夸张 有人甚至说 唐王藤有三千个小弟 这一天晚上 从海上袭来 袭击水之都 有一点他们说对了 水之都卡雷拉公司 触动了所有的船公 守护冰山先生 公司总部外面 被船公包围的 连一只老鼠都进不去 里面早有五个船公公头 亲自把守 这下子 这些海贼不敢轻易来饭了吧 通过白天要调查 共同们已经知道 草莫团并没有乘坐 派上列车离开 也就是说 他们还在岛上的某个地方 不知道 还会制造什么骚乱 这里已经聚集了这么多人了 如果他们还敢来 那就是太傻了 公司总部外面 陆飞索隆 纳米和小爸 已经埋伏起来 而在公司大楼的另一侧 罗宾和CP9特工也赶到了 两方人马 看着被围的水下不通的公司大楼 寻找可以利用的机会 公司大楼内部 冰山的秘书卡利法 突然向冰山发问 为什么他的房间里 会有罗宾的通缉令 冰山沉默一下 情势说道 这个恶魔 漫长的夜晚开始 冰山也猜到 这将是一个不免疫 他制作了秘书卡利法 交来守在外面的巴黎 两人密谈了几分钟 冰山将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交给巴黎去办 他告诉巴黎 在车展室的办公桌下面 把地毯掀起来 有一个保险箱 里面放着极其重要的东西 巴黎面色凝重 走出房间 告别了其他人 暂时离开了守卫的队伍 按照冰山所说的 找到了桌子下面的保险箱 走我们大楼外面 小白望远镜 紧紧定着大楼和楼前的船公们 片刻都不敢懈怠 索隆告诉大家 如果错过了今晚 就只能不明原由的 和罗宾告别了 说不定就再也找不到罗宾了 所以今晚非常重要 一定要抓住罗宾 这时 突然一声剧烈爆炸 在卡雷拉总部大楼前面的空地上 有什么东西突然发生了爆炸 炸发了守在那里的船公们 船公们开始混乱起来 有人找工具灭火 有人四处奔走相告 在大楼里到处乱叫 守在冰山房间前的船公公头 只剩下陆琪 卡库 露露和爆炸大叔 露露和爆炸大叔 听说有人看见了可疑人影 想也没想直接冲了出去 只留下卡库和陆琪在原地 除了罗宾和那个神秘男人之外 另一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 正在船公人群里制造混乱 见人就打 身手十分厉害 把船公们搞得哭不堪言 神秘人闹够了 就用钩锁掏去了屋顶 屋顶也出现了一大群船公 大家扛着巨条 就没人了 神秘的面具人低声警告道 放弃吧 你们是打不过我的 船公们就是不信邪 大家都是两个胳膊一个脑袋 你也没长个三头六臂 怎么可能打不过你 众人一用而上 面具人掏出鞭子 一边攻击 一边用一种奇怪的招式 有空中行走 非常厉害 把大家看得一愣一愣的 接着 神秘人皮鞭一收 屋顶上的那些船公 被送皮剑横扫了出去 坠落在地上 神秘人并没有停手 纵视一跃 跳进了重空守卫更多的院子内 瞧半夜望眼镜 一边观看现场情况 一边口述给伙伴 索罗和纳梅还等着陆飞下令 冲进去呢 结果一回头 陆飞早就不见了 几个人想也没想 赶紧冲出去寻找陆飞 本来纳梅很生气 陆飞再一次抛弃大家 突然行动 可是 仔细想想 他很快就释怀了 因为陆飞现在被船公们 默认是刺杀行动的首脑 主要策划人 公司一定会把主要兵力派出去 对付陆飞 公司总部 庭院内的防守 就会松下下来 那时候就有机会潜入了 把陆飞推去 奉过浪剑 也挺好 这样 没有人会注意到 他们几个人了 三人越想越开心 跑到凯莱拉公司 总部的楼下 看到护栏后 三人想也没想 直接翻了进去 结果就尴尬了 一大剧船公 等在这里 就等下他们几个这样的傻子 跳枪进来送人头了 此时 陆飞那个傻子 身子被莫名其妙地 卡在了某个房子的 侧壁缝隙里 被卡得死死的 动弹不得 另一边 罗宾和神明男子 被卡雷拉的船公们 在公司的后面堵住 一大群将他们两个 死死包围 将他们逼入死角 看上去 两人好像束手无策了 其实 想一下就知道了 这一定又是 耍弄普通大众的 什么计谋 神明男子看了罗宾一眼 向后一步 靠在墙根 接着 他手身体怀里 迅速掏出一块 红色的斗篷 船公们没有多想 立即开枪 这么多的子弹 招呼上去 想必这俩人 已经被打得血肉模糊了 枪声结束后 众人一看 红色的斗篷都被打烂了 而那两个人 居然凭空消失 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巴里这边 他都已经打开保险箱 足足有五分钟了 居然还等在这里 并没有拿着 重要的东西逃走 仿佛就是在等 反派过来一样 果不其然 当巴里多多缩缩缩的 把一卷图纸一样的东西 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的时候 两个带着头套的神秘人 出现在了办公室的门外 这不用说 肯定就是来抢 巴里手中这个东西的 梅远的走廊里 躺满了成功的尸体 两人的目的 粗暴简单 杀人抢东西 溜走 知道这一切的你 也给我去死吧 以正义之名 立即对你执行死刑 罗宾和神秘男子 躲开重重守卫 来到冰山隔壁的一个屋子里 男子靠在墙壁边 第二 罗宾伸手一推 男子就像门一样 被轻易推开 两人走进冰山的房间里 冰山愣了一下 虽然他早就料到 今晚会有人来找他 但是没想到 危险来得如此之快 和罗宾在一起的神秘男子 原来是门门果实能力者 所有他能接受到的墙壁 都可以变成门 只要有墙壁 这个人就可以进出自由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冰山会在一个 完全封闭的房间里 遭到刺杀 原来都是这个 门门果实的能力者 搞的事情 男子不愧是搞谍报的 警惕性非常高 为了防止出现什么变故 他抬手就是一枪 射上了冰山先生 他们在等待一个 约定的信号 在信号来之前 把目标射上 让他们没有反抗 和逃走的能力 这才是上策 这种残忍的手法 正是出自CP9 冰山痛苦地捂着 自己肩膀上的伤口 又懊悔又气愤 果然 这件事与草帽团无关 现在把草帽团 也给连累上了 也不对 这些都是CP9的阴谋吧 自己也不过是中了 其中一个圈套而已 是名男子顶点头 没错 昨晚让你活下来 是为了海贼背锅 要是就这么让你死了 我们的目标 那次传的设计图纸 就再也找不到了 CP9的连环套用得很好 世界政府所找的东西 正是造成公们 带一带命运相传的东西 一张传制的设计图 世界政府所掌握的情报显示 那个东西就在冰山手里 冰山却一再装傻 于是 CP9想出了连环计 当冰山的性命 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就一定会 逐动找出那个设计图 交给自己最亲近的人 那个人自然就是 一号船屋的 船公头巴黎 这就是CP9的机会 冰山气得要死 杨阳切实地说道 一切都在你们的算计之中嘛 神明男子没有回答 他用冰山交给罗宾 自己则走出门外 去处理外面的船公们 只要设计图一到手 就可以直接将冰山给抹杀 然后再将一切的罪名 嫁祸给草帽一伙 完美